不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赛季 两次输在贾曼尔木雷手里 也不算太糟吧 我们可以捕捉到很多遗憾的蛛丝马迹 勒布朗的疲惫 下半场只休息了一分钟 39岁的年纪最终以40分钟 接近27加6加8 告别几乎赛 让人泪目的可能是扭伤脚踝那一下 像替补西摆了摆手 说我还能坚持 龙梅场就要打40分钟 30加15的表现已经非常强悍 这是他常规赛出勤最高的赛季 可又是伤病 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转折 整个赛季他们不能排除稳定的阵容 伤病名单一直有主力存在 他们的引员策略并不成功 第三点的后卫状态大跳水 主教练又总整幺蛾子 即便如此 胡人还是留下了第一座季中赛冠军 最老的詹姆斯创到了4万分的记录 常规赛大起大落 第七名已经是不错的结果 可又有点恨你也不成刚 但被未免冠军淘汰 好像又没什么不能接受呢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又释怀 又遗憾 春天要过去了 遗憾也会过去 我们还有夏天秋天冬天 但经历过的春天 却不会再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